大 sigui嗎? 不會啊 我覺得也是一種 陪伴到白頭寫老人的狀況啊 可是你表可以很多個 老婆只有一個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好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 絕對不是 但是就是說 老婆是永久的 手錶也是永久的 不同樣的我 可能代表我就是說 今天的心情是什麼 喜怒哀樂嘛 有各種各樣的心情 去戴一隻手錶 就是有不同的變化 對 Hello Mint的讀者們 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我們又見面了 其實從AAP他的名稱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的設計 從名字到設計 都已經對我很有吸引了 尤其是當初他的那個 Bezil 他的這個八 八角 在那時候我在看手錶 我一直都找不到 就那麼的 unique的一個設計 然後再來是他的表彈 無法說出的吸引到我 但是一看就知道 這個一定要擁有 這個一定 一定 一定要 然後就開始看功能了 然後發現其實他功能 太完美了 我是覺得 擁有一隻手錶 你要看 你要 稍微是要規劃 你會在哪個場合 會比較符合戴 再來是說 你穿什麼衣服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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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讓他更亮眼 如果今天遇到監討的話 我想要問他 可以 教我 你的手藝嗎 拜託你教我你的手藝 因為太強了 你當初是 為什麼會有 突然有這樣的 因為從1972 就已經有這個樣的表彈 我就覺得 很 很特殊 很unique 非常unique 獨一無二的那個感覺 跟外面的世界 完完全全不一樣 所以 從 哪個點 才會讓他有這個 這個 idea 我還蠻想問他這個 然後就是 順便 他的手藝可以存帶下來 兩個都要啊 就剛好在那邊 你知道滑雪 然後就瑞士的 那邊 那個 他們AP的那個博物館 當然要啊 但是滑到那邊 欣賞他 然後再繼續滑下去 我 在那邊 這麼多 head 都 有 都 渡 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